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个228事件给李教授有那么深刻的一个感受 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当天正在值班 那我们也晓得其实所谓的228事件 它是发生在当年的2月27号傍晚的一个稽查实验的事件 那是一个研爆点 不过隔天台湾人为了这个枪击的一个伤亡的一个人民案件 像当初的台湾行政长官公司请愿的时候 没有想到居然还被扫视 用机关枪扫视 所以说当初逃出佛命的人 很仓房的就跑到当初的新公园的台湾公布电台 那进了电台就把电台的那个广播给抢攻下来 然后就呼吁说 全台湾人要起来反抗成衣的暴政 那这一幕点点滴滴的经过 李前生都见证在他的眼中 那更不幸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件后来引爆了种族的一个纠纷 那甚至在三月又发生了更不幸的一个事件 就是当初的倾向行动 那很多台湾经营分子不是消失 就是被枪杀 那看在这个眼底的一个李前生 他真的是感同心受了 所以说在1949年 国民政府要退守来台湾的时候 号称有百万金马要渡海来台的时候 他真的很怕二八这个事件再重新爆发 所以当初他说 他要写一个能够逐情融合的这样的一首歌 来做纪念的时候 他当初就用饮酒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表现 那我们看这个北战民主席 因为这个歌里面有三句话的歌词 其实就可以赫然说 大家都应该要把族情抛在一边 所谓朋友在那边无忌论 所谓的好恨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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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曲子是别墅一格 是爽朗明快一语道尽的 特别是创作的初衷 还有促进族群融合的使艺 所以不论是听来或者是唱来 都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等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情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